好主席各位 我們考試院 首先感謝主席 曾讓參名提前來 做巡檔 執行 我想我們今天特別針對考試院 我有幾項的建議 我們是不是先請 考選部的賴部長 好,恭喜賴部長 好,林委員好 好,部長好 首先也跟你恭喜 特別部長到了考選部 我想應該 換一個地方 對部長來講的話 有很多的施展 抱負的空間 而且我最近看到部長 這個壓力減少 好像笑容滿面 榮冠煌花 我也特別跟你 恭喜 而且也特別感謝 過去有一段 陳盟常常有機會跟你學習很多 謝謝你 尤其現在到考選 考選部 考選部 我想這個A5 是有很大的責任 因應在目前整個社會的期待 國際觀的競爭力 必須要文觀的提升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想我們有幾點建議 因為 在基層上我們在考試 最近有很多的這個 新的一百年 就是要提升 改變新的這個考試制度 考試制度我想最重要 我們先說考試制度 要怎麼樣提升這個考試的一個 就是要讓這些考試人員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場所之外 第一個選擇的地方必須要盡量不要有擁擠 擁擠啦 尤其我另外一點的一個建議 在目前 國中考高中的時候 也要到高中去考試 而且 這些 現在目前國家考試 應該 也是做一個參考 高考的話大概 都有報名會 大概一千五左右以上 一千八他們你們好像一千八啦 一千八 那是不是說現在 一千一啊 一千一啊 那通常來講的話 現在如果有時候 就會碰到一點 夏天的考試 天氣過熱 大上都有冷氣啦 那現在我們國家考試有沒有冷氣 現在目前沒有 現在目前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啦齁 是不是考慮看看 如果在溫度大概 超過幾度的時候 會有速度性的 因為台灣現在有時候 氣候變遷啦齁 有時候夏天的時候 也是過熱啦 也有很多 啊 基層的給我們反應 做一個參考建議 如果可行的話齁 啊 溫度超過幾度啊 是不是也可以 啊這個 欸 裝個冷氣 啊 讓調節一下 不要過度的熱齁 讓考試人年啊 也有這個 啊這個 造成了一個 激勵啊 緊張啊 齁 我想這是我這 一個建議啦齁 另外我想 在最近啊這個 新的考試 足度一百年要開始了 對不對 尤其啊這個 書法考試啊 尤其過去是 欸 歷斯跟 啊這個 歷斯是歷斯的個個別考試 然後法官跟檢察官是一起考試嘛 對不對 那這一次的考試我看你們好像是 只有一次的考 兩次的這個考試 兩次的考試你是採取綜合性的科目 然後去代表性的科目的專業科目啦齁 通過以後 然後第二次的專業考試啊 才有入期啦齁 33%嘛對不對 第一次33% 第二次也是33% 所以剛好是 百分之10.89% 啊如果有需 按照他的需求性可以增加 10%左右嘛齁 這個我想 在整個齁 我的建議啦齁 最近 社會的期待 大家都 寄予厚望 尤其法官法齁齁 過去我們 本念委員就提了很多的版本 但是一直都沒有 這個斯瓦恩的版本 而且齁 我想 這個 有請 但 很難 如果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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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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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